大家準備好夏天的來臨沒有? 當大家在35度的高溫下走到大汗搭小汗的時候 回到家最關心的就是冷氣機夠不夠涼 這款30電機所推出的 無方Kirigami少精靈GS系列分體式冷氣機 室內機採用白色機身 設計簡潔美觀 同時有四分三匹、一匹、匹半和兩匹可以選擇 亦有分變頻靜冷和變頻冷源的機款 買新機的時候 只要因應室內空間大小 選合適的機款 就不怕冷氣輸出不夠涼 Kirigami這個名字來自武風高原 這種生活環境是日本人所向往 將清新空氣和寧靜舒適的環境帶入家居 亦是旗下產品的主要理念 小精靈GS分體式冷氣機整體設計和技術 由日本團隊研發 而50多年領先空調精工技術進行生產 設計採用30電機、壓縮機和高品質的部件 研發階段通過嚴格標準和品質的控制測試 並且會在出創之前充分測試運轉表現 全面體現出MEQ30電機品牌象徵的象人精神 確保產品能夠將理想的使用體驗帶給用家 在開始之前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還未subscribe的你 就快點訂閱PriceY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在介紹小精靈GS功能之前 先講下分體式冷氣機的優點 分體式冷氣機分為室內機和室外機 室內機安裝的位置會比較彈性 不會像窗口式冷氣機一樣 一定要裝在窗邊 室內機可以因應客飯廳和房間的形狀 配置在室內最正宗或最適合的位置 改善冷暖出風的效果 至於分體式室外機方面 由於配置在室外 運作時有運營土場去阻隔噪音 所以普遍會比起窗口機寧靜 同時小精靈GS系列的室外機機身小巧 體積只有高42cm 闊73cm 深31cm 設計易於安裝 亦都可以裝在窗口外面的冷氣機窗頭位 甚至有機會不用在場外面搭棚的情況下 在室內完成外機安裝 折省安裝的時間和支出 為了令到室外機更加耐用 它就配備了藍色的防色套層 防瘦有外殼和倒身降底盤 減少機身受腐蝕的影響 從而令到設計變得更加內用持久 而室外機內部的壓縮機 更加採用了變頻設計 比起定頻款式更加節省能源和寧靜 小精靈GS系列 無論是製冷還是供暖表現 都能獲得一級能源標籤標準 在配合R32環保雪種的使用條件下 還可以降低碳排放 小精靈GS的熱交換器、風扇和通風管道 表面採用了複合納米防污塗層 這款塗層由氛化物粒子和複合納米導膜材料製成 前者可以防止親水污垢 例如灰塵和纖維之類的污垢積聚 後者可以抑壓油煙和香煙煙霧之類的疏水污垢黏合 兩者配合可以防止塵埃及油垢積聚在塗層上 而室內機本身設有防媒過濾網之餘 另外還可以自行選購能夠吸附99%PM2.5元浮粒子的微粒捕粒網 及吸附滋鉛、抑制病毒和細菌的靜電抗菌烤素過濾網 至於室內機所採用的開啟式清潔設計 可以讓用家更容易揭開上面的面蓋 以及打開出風口的線液 定期自行清洗濾網及機身內部污垢 從而令到冷氣機可以輸出清新空氣 至於小精靈GS遙控器同機身一樣有時尚白色 設計符合人體工學 機面有特大LED顯示螢幕 可以清晰顯示時間及溫度 亦可以在夜晚用時開啟LED背光功能 不用額外開燈進行照明 同時具備24小時預設開關 以及根據室溫變化從而選擇運作模式功能 小精靈GS系列有長達2年的全機保養 以及5年的壓縮機保養 一旦出現故障 用家可以用筆略按這個Check鍵 顯示現在故障相關的代碼 只要將故障代碼 預先講給客戶服務員聽 維修師傅上門前 就可以有機會知道故障的原因 預先戴備所需要的工具及零件 減少上門檢查次數及維修時間 接著準備了一些冷氣選購提示給大家 首先在選擇室內面積和冷氣機匹數之間的關係 一般來說約80呎或以下 大概用四分三匹就夠 如果大約80至100呎就要用一匹 而大約100至150呎就適合用匹本 大約150至200呎就要用兩匹 另外如果住在頂樓或西斜的單位 因為單位日照比較強的關係 可能都要選購比較匹數高的冷氣機 另外冷氣機必須要交由合資格的人員去安裝 同時也要注意畫面上面所顯示的安全注意事項 至於能源效益方面 整個小精靈GS系列都符合一級能源標籤的冷氣機 而小精靈GS系列一匹機MSYGS09VF為例 在香港氣候環境下每年使用1200小時 每年耗電量211度 三菱電機冒風小精靈GS系列分體式冷氣機 由日本團隊研發 機身設計簡潔時尚 應號有齊四分三匹至兩匹 不同匹數都有變頻正冷和變頻冷暖機款可以給你選擇 室內機的主要部份採用納米防污塗層 能夠同時防止灰塵及油污積聚 而且室內機的開啟式清潔設計 可以易於進行定期清洗 令到冷氣機寧靜、省電 以及室外機可以減低外場搭棚的可能性 可以直接將冷氣機安裝在窗台位置的優點 所以想換全新分替式冷氣機 又或者是窗口機改用分替式冷氣機的話 冒風小精靈GS系列都是一個很適合的選擇 大家又怎樣看這部冷氣機呢? 快點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就會有新片和大家記面 所以記得subscribe我們price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